在中国古代,古人誓死如世生,人们生前享乐的,死后也要一起埋入地下。 那么这座被村民盗挖的大墓里,埋葬着什么?墓主人是谁? 他又有着怎样传奇的一生? 让我们走进今天的纪录片,揭开明代亡灵的秘密。 1969年,山东省邹城市中兴殿镇上寨村的村民, 开始挖掘村子附近九龙山南路的一座古墓。 这引起了文物部门的注意。 村民挖掘的这座古墓,位于邹城东北部九龙山的南端。 墓葬依山而建,坐北朝南,古人向来对墓葬选址极为重视。 他们相信,如果葬于一处风水宝地,一定会给自己的后代和家族带来好运。 如若是皇帝,那更是葬于龙脉之处,这样他的江山才会永续。 邹城,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是孔子孟子的诞生地,素有孔孟丧子之邦的美誉。 从墓葬周围环境以及中轴县来看,这座被盗挖的墓葬是一座明代藩王墓。 1970年4月,对古墓的抢救性发掘正式开始。 那么,这座明代藩王墓的墓主人会是谁呢? 公元1368年,朱元璋与南京称帝,国号大名,年号鸿武。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朱元璋将处长子和幼子的其余24子以及侄孙, 分封到全国各地,担任藩王。 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子朱潭被封为鲁王,封地为山东衍州, 其中就包括现在的邹城地区。 自第一位鲁王分封起,到最后一位鲁王离世, 明朝鲁王共有十代十三人。 那么,上寨村这座墓葬的主人会是哪一位鲁王呢? 2001年,在湖北省中乡市发掘了梁庄王, 朱瞻记的墓葬。 这是一座王与飞的合葬墓。 墓中出土各种材质文物共计5300多件, 其中金银玉器有1400余件, 朱氏宝石则多达3400多件。 同年,还是在中祥市发掘了明太祖朱元璋的二十四子, 引进王朱栋和齐飞郭氏的合葬墓。 虽然这座墓葬出土的文物数量没有梁庄王墓多, 但在官床发现的水晶山子以及玛瑙龙兽都极为珍贵, 尤其是那对元代青花瓷品, 而那件名为四爱图梅瓶的青花瓷器, 更是成为了湖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那么,眼前这座明代藩王的墓葬里, 是否也会出土一些价值不菲的文物呢? 古代墓葬十墓九空,尤其是王后级别的大墓, 位于陕西的秦宫一号大墓, 在发掘时发现的稻洞就达二百四十七个之多, 里面的文物更是被抢劫一空, 上寨村的这座墓葬究竟有没有被盗绝, 谁也不知道, 所有的问题都在等待大墓的揭开, 考古人员顺着村民挖开的洞, 继续向前推进。 为了安全起见, 大家将工作面缩小到一米宽, 当发掘深度推进到二十米时, 洞的底部出现了一些石条, 但由于环境局限, 这些石条是什么功能暂时无法确定, 发掘继续进行, 洞顶的土块时不时地会掉落下来, 在挖到三十多米时, 突然发生了塌方, 无奈之下, 发掘工作只能暂停。 两位考古人员拿着手电筒进入洞内探寻情况, 仔细观察后, 大家才毛色顿开, 原来之前发现的石条是保护木门门楼建筑的, 考古队从门楼上方穿了过去, 这是大家没有想到的, 至于木门还在地下多深的地方, 目前还是一个未知数, 此时研究木主身份的工作人员也有了新的发现。 明代万历二十四年, 衍州府至记载, 黄明鲁荒王园在县东北二十五里九龙山, 而康熙五十四年邹县之里也有同样的记载, 根据史记里记载的信息, 可以初步确定, 这座大墓的主人是明代鲁荒王, 那么鲁荒王又是谁呢? 鲁荒王名叫朱潭, 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十字, 朱潭生于洪武三年, 自幼好师叔礼仪, 博学多时, 深得朱元璋的喜爱, 十五岁便到延州府担任藩王, 辖四周二十三县, 后因为信奉道教, 终日逢香诵经, 烧炼仙丹, 也求长生不老之药, 结果, 耳经食药, 毒发商墓, 年仅二十岁, 就命丧黄泉了, 朱元璋得知朱潭的荒诞行为后, 非常生气, 就给了他一个恶事, 荒, 通过进一步调查得知, 在这座墓葬的西边六十米处, 也有一座墓葬, 在一九六八年时, 就已经被当地村民挖开了, 根据墓制记载内容可以确定, 墓种人是鲁荒王之妃, 戈氏, 从这条线索来看, 这座大墓的主人, 基本可以确定, 就是鲁荒王朱潭了, 然而这一消息, 又让考古人员的心凉了半截, 明朝初期政治清廉, 为了避免帝王大墓由于后葬被盗, 所以朱元璋留下了明确的疑讯, 丧继遗物, 勿用金玉, 一九九一年, 湖北武汉发掘的朱元璋第六字, 朱针的墓里, 出土文物只有百余箭, 而且价值不高, 那么, 朱潭的墓葬, 是否会像楚昭王一样简朴呢? 由于洞内出现塌方, 考古人员决定, 在墓门上方的地面上, 做垂直发掘, 经过大家的不懈努力, 门楼终于显露出来, 考古工作, 整整整持续了半年, 才清理到墓门, 大家最期待的时刻, 终于到来, 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 将墓门上的锁锯开, 由于对大墓里的情况, 一无所知, 大家决定, 先从蒙凤处, 观察墓室里的情况, 首先映入眼帘的, 是一盏万年灯大缸, 万年灯又叫长明灯, 在密闭的环境下, 灯燃烧会消耗氧气, 从而使死者的尸体和随葬品, 能更好地保护, 万年灯的后面堆放着桌椅, 墓室地面上散落着很多墓庸, 根据现有的情况可以判断, 这座墓葬没有被盗, 这让在场的考古人员兴奋不已, 随后, 人们慢慢将墓门打开, 这些墓庸有手持刀剑戟的武庸, 有手持乐器的乐庸, 还有拱手而立的文官, 和身材魁梧的侍卫, 除了这些, 还发现了一些小型名气, 名气是古人下葬时, 带入地下的随葬器物, 一般用陶瓷木石制作, 也有金属或纸质的, 名气对考察古代生活和雕塑艺术, 有重要的考古价值, 发掘工作继续进行, 这时, 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个木匣, 打开木匣里面放着一个木印, 在木印的底部刻着鲁王之宝, 这一发现, 再次印证了木主的身份, 紧接着, 考古人员来到第二道木门处, 由于这道木门位于墓室内部, 上面有圈顶支撑, 因此, 这道门很轻易地就被打开了, 由于在前世并没有什么重大收获, 大家将全部希望放在后世, 紧张的发掘持续进行着, 在关窗的东边地面上, 有一个朱漆木箱, 木箱里摆放着一件九流缅, 缅的主体部分保存相对完整, 这让在场的人感到震惊, 流缅是古代王公带的一种礼貌, 据明史记载, 明朝天子之缅前后分别垂着十二道流, 每道流上有赤黄青白黑共十二颗玉珠, 太子用十一流十一珠, 清王只能用九流九珠, 鲁荒王的九流缅前后共垂有九道流, 每道流上有九颗五彩玉珠, 这刚好和鲁荒王清王的身份相印证, 而这件九流缅也是唯一一件 存世的古代免浮食物, 在后世东部的地面上还散落着玉带玉杯, 梳妆工具等器物, 梳妆具被装在纱布袋里, 里面有铜镜, 金马耳勺, 金牙签等, 由此可以看出, 鲁荒王生前的生活极其讲究, 由于后世光线比较灰暗, 人们只能在淤土里一点一点摸索, 这给清理工作带来不少困难, 在后世的西南部, 有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件, 七贤缺失的古琴, 琴上写着, 圣颂龙心假身重修, 大唐雷威清拙, 这是一把雷氏家族制作的雷琴, 雷琴选用优良的松山木为材料, 声音后世温静, 如同敲击金石一样, 后世文物的清理已经接近尾声, 接下来, 考古人员决定打开棺盖, 发掘过程中最重要的时刻即将来临, 所有人都屏息宁神, 随着棺盖被外卖揭开, 棺木中的情景暴露在大家面前, 墓主猪坛的尸骨被棉被和袍符包裹着, 衣服的外层是金段四团龙袍, 腰上系着白玉带, 头部两侧整着丝带, 经统计, 鲁荒芒墓葬供出土各类器物1100多件, 其中冠冕服饰, 家具名器, 彩绘墓用等基本完整成套, 都是难得的真品, 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与历史价值, 堪称明代清王第一陵。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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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